马总你喜欢女演员是谁呀 你喜欢了 从小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到现在 我都不敢 现在有你们问真是 马云被问及最喜欢哪个女演员 回答让全场呐喊 耿直且毫不避讳 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真的 让我想一想 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好不好 我稍微的想一想 傻了 然后马云刚刚说要想一想 最喜欢的女演员现在 想得出来了没有 她好无辜啊 现在想出来了没有 她正在想 还在想 对你可以换一个题目 我正在想 我们等 我们等 我就想想我最近看了些什么电影吧 1942吧 提醒你 1942当然 我觉得那个徐帆 我是觉得毫无疑问 大地震我都挺喜欢他的演 徐帆 前段时间呢 我们家人在看那个 《真黄传》是吧 孙力 孙力对吧 我觉得演的也挺好 然后呢 我觉得其实挺多 最喜欢的 舒淇我觉得挺好 其实马云说谁好 都没什么杀伤力 No.2 大家是来看他的 跟我其实 我只是跑个龙套而已 没有 大家都知道我才是跑龙套的 小姐 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套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 我真是期待见新宴很久 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见他 见他的时候 第一天刚看见的时候觉得 看来是我有希望 各自我们俩长得差不多高 我都一直看他是很高大的 刚才在想我们两个 为什么会坐在一起 他是长得很好 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难看的样子 是吧 所有的电影上里面都弄得脏兮兮 所以我刚才在想 见到他第一 他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是不是也是脏兮兮的 今天大大出汇了你的意料 真不错 今天跟马总 就是第一次面对面 我非常紧张 但是马总刚刚也 说了很多对我有启发的事情 现在才知道马总 除了是一个大企业家之外 他还是一个太子权的高手 中的高手 No.3 马总你好 我是你高中的同学 好 马总的 几次想见你都见不到 所以你这么就 这个来了 然后像一个 因为高中暗恋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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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刚才把天彩都吹过 你这样就把你穿下的脸 把一级给你打给放掉 不客气 那个是陈惠庚老师 然后我那次读了一年 然后就 跑上来了 那 那么可能你坐在后面的 我那就是对你没什么印象 然后我就跑到很大 然后听说你这后面是 那两年 读了三年才考上 No.4 大哥 大哥您贵姓 我呀 那你 你是从上面派来的 对 我到这来教书 那这么的吧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吧 我呢 姓宋 宋呢 是宋元明清的宋 人呢 是人者爱人的人 喜呢 是喜去叫渣渣的渣 宋人渣 不是 我说错了 是宋人喜 宋大哥 这个校长在不在 找谁 我找校长 我就是 教导主任呢 我就是 老师呢 我也是 你就说叫你们村 叫你一个人 我身单多值 我还当 我还当饲养员 后面俩猪的 喂 年本五 王妃好 我觉得王妃刚才唱得特别好 像 天上飘来似的 这个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唱一点 就地气一点 我们唱就地气的通俗歌曲 这个我要说一下 马校长就是想唱一首 他没唱过的歌 然后呢 我们就选了一首 跟他比较 有联系的歌 叫 如果云知道 那个这个云呢 就是 他那个云 然后呢 我们歌词呢 就稍微地 改了一下 然后就 希望大家 完美地改 而且干得特别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打探一下 马云先生最近在看什么书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的 我不看书很久了 前段时间有人批评说 我和马化腾没文化 很少看书 跑进办公室里面 在书架上都没书 办公室里书架放很多书 是自己看的吗 那是给别人看 觉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谁会在办公室里放书 我一进办公室 看人家放很多书的人 我基本就知道 十个里面八个是骗子 来 现在 举手调查 谁的办公桌后面 有一整排书的 请举手 并且看的人 来 你给我讲要看的人 您身盘的两位 我说十个里面八个 还好有两个 哎呦 这两个例外 这两个例外 马云是老师 比较能讲 他明明就不看书 你就说不看书算了 他还要弄一套理论来论证 不看书有道理 这个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呢 以前我看书 我是应该来讲是不少 但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最近我看了重复看 不断看的书 孔子的仁语 道德经 佛家 佛家的这个佛经 我觉得这三样东西 是我自受益最 最后一 其实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一眼 爱也没能忘掉的永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不再识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res week 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北走远 是第一次当面见到 在乌镇见到马云 对对对 你能跟我描述一下 你见到他的这样一个 前后的场景和你自己的心理感受吗 也没什么 就本来我们大家坐在那儿呢 然后国际版的一个领导进来那儿说 我们副部长马上进来了 所以大家呢 这么一说呢 一个人带两个人进来 我们以为都部长进来了 是吧 所以张朝阳所在那儿站在 我也赶紧站在一看 我说满意 大家都乐了 所有人都乐了 连方大家都在这儿 本来以为进来是 是吧 这个部长进来了 站进来就说是 不客气下的 是吧 结果他进来 所以所有人都喊大笑的 所以他跟我握手摊 我说我惊动留强灯 这么点像 你这么小 他认为你是老头吗 我不知道呀 我没垃圾问过 本来就是会议结束之后呢 他毕竟就是说在行业内 比如说是做得最好 是吧 就是指的认可人尊重 所以呢 就是论断结束呢 我第一个过来跟他握手 本来想跟他聊几句子 结果后面那边 底下人就是乱了 你想跟他聊什么 本来我说哪天找时间喝茶 我们单独整 因为这是场合 没法单独聊嘛 本来想跟他又要单独聊一下 结果那边 轰轰推倒了 我背头看有人倒了 被推倒了 是吧 然后那个主办人说 赶紧走赶紧走 然后呢 一句话没说完 我们只能 我觉得不要 五十亿就可以了 我觉得五十亿 总统你说呢 差不多咱就行了 这个电影制度 我觉得还行 马老师 这个事儿 我觉得行 真的 总统不说话 也就默认了 真的 没什么 真没什么 好 请我们得奖者与颁奖人 一起合影留念 好的 谢谢 也恭喜各位 感谢 颁奖人 请入座 也恭喜我们的所有得奖者 谢谢大家 再次恭喜各位 谢谢各位过去一年的 结束贡献和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韩岛 帮忙 谢谢拜拜 这绝对是今天 最酷的装述了 咱们请大鹏和 岳云鹏 两位 两位 鹏子辈了 来 谢谢 谢谢 пог 谢谢 杉